目前中国女排香港站的首场比赛已经结束 中国女排3比0打败保加利亚女排夺得首胜 接下来中国女排将会继续迎战后续三个对手 冲击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本场比赛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之前一直担任替补的朱婷 本场比赛终于得到首发 而且打满全场 不过从全场比赛数据来看 朱婷虽然打得非常辛苦 但是全场下来仅仅11扣拿到6分而已 对比李盈莹这些主力球员 朱婷在场上没有太多的球权 和刁林宇的配合出现了不少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球迷一方面比较疑惑 心疼朱婷 另外一方面也非常生气 为什么刁林宇不多给朱婷传球 为什么蔡斌在战术安排方面 没有更加照顾朱婷 想要知道答案 不妨来看一下 最近王媛媛以及央视是怎么样看待的 首先在比赛结束之后 主力复工王媛媛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重点肯定了朱婷的作用 仗义直言获得很多球迷的点赞 在采访中 王媛媛特别点名提到朱婷 她认为朱姐的回归 对于球队来说 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因为朱婷在国外的高水平联赛征战 有很丰富的经验 所以王媛媛认为朱婷一上场 大家都觉得特别安心 打得更加给力 从王媛媛这番话中 能够听出来非常重要的信息 中国女排确实还非常需要朱婷 既然如此 希望接下来朱婷可以得到更多的球权 得到更多的出场时间 另外一方面 关于朱婷在这场比赛 对于中国女排的具体作用 央视在比赛结束过后 也特别针对本场比赛 做了分析和点评 在央视记者看来 目前中国女排之所以如此安排朱婷 是因为她们正在用 最经济最有效率的方法 加速朱婷的融入 与此同时促进整个团队的配合 如此看来 这次朱婷回归中国女排担任首发 最主要的还不是得分 而是争取和凋零宇这个二传手 以及其他的年轻球员有更多的磨合 争取有更好的状态 带队征战后续巴黎奥运会 毕竟现在中国女排 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问题 关键还是队员们加强熟悉和配合 好在巴黎奥运会 有更好的成绩展现 能够争取一血前耻 这才是中国女排的主要目的 相信对于主教练蔡斌来说 她已经听到外界的各种声音 也看懂了目前的形式 所以在赛后的采访中 蔡斌也明确表示 会让朱婷多手发 因为她看到朱婷非常优秀的能力 既然如此 各位球迷不妨稍安勿躁 再耐心等待一下 如今朱婷正在和球队磨合中 不可能一上来 就会比李盈莹得到更多的球权 希望朱婷在熟悉球队和队友 拥有更好的默契之后 带领中国女排重新走回巅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